鴻海得到现在这个世界第一 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呢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像把我们台湾的这些系统厂 当塑胶一样 没有那么容易啊 我相信我们在价值上面 一定可以胜过他们 电子业大佬信心喊话 面对今年以来 美中贸易战冲击 大陆红色供应链 俨然成为一股来势汹汹的威胁 强调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布局 就在2020年7月中 代工大厂伪创将昆山厂 卖给中国版红海力讯精密 率先开第一枪 8月接连合硕并回金属机壳厂 子公司凯胜 另外机壳厂可乘 则处分中国泰州两座厂 给大陆的蓝丝科技 这几桩交易背后 似乎透露出过去台厂 人人都想沾上的苹果光 供应链好像悄悄染红 对苹果来讲 如果中国要求他 就是说你在中国的生产 你要交给我本地商来做 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他在做的打算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他把中国的生产的这些 供应商 全部转给中国的 本地的制造商 苹果策略转变 库克这把算盘打得非常精 在贸易战压力下 中国势必对苹果施压 积极巩固本地内需市场 而苹果的做法 就是压榨供应商进行大砍价 大陆人力成本较低 自然获得苹果扶植的机会 我相信这个这件事情 一定是苹果在背后 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 那中国本地的厂商 当然也很高兴 能够拿到这些订单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美中贸易战 让真的是美中两国一边一国 看开台湾主要电子组装厂 苹果的营收占比来看 核硕最高60.6% 广达第二55.6% 鸿海也有50.2% 人保21.7% 伪创则大约19% 但现在库克大力扶植 入场的策略 台湾厂商虽有阵痛期 其实也早就开始寻找新机会 台湾部分的一些厂商 确实会面临到一些阵痛期 短期的阵痛 但长期来讲 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到 其实美国的很多重要的系统 跟品牌大产 其实他们在对于未来 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新的一些工艺的开发 其实很多部分都还是会来造台湾 分医师指出 苹果的新产品或技术 在发表前 其实牵扯到非常多机敏资讯 而台湾供应链 在保护这块还是具有优势 所以基本上大概高端的部分 会来找台商 中低阶会交给红色供应链 这是一块 苹果单 这个单其实就有分很多的层级 就像金字塔一样 金字塔上层的单子 台湾供应该是还是非常的仰赖 面对产业竞争 供应链版图一转 台厂力求留住关键技术 同时组装厂也开始往伺服器 网通 智慧医疗 电动车等领域耕耘 这些产品毛利高 同时也有机会摆脱过去毛三到四 被单一客户左右营运的局面 我觉得其实它也很清楚 就是说 没错 我们要追求的是 更有更新的领域 然后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然后更高货力高成长的一个产业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大家面对挑战的时候 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路 那我觉得这个挑战 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红色供应链就让他们崛起吧 有句话说十年磨一剑 电子业的转型绝非一朝一夕 当苹果不再像以前那么甜 苹果光变暗淡或许脱贫 对台厂来说是挑战 但可能也是一个难逢的好机会